Hello 大家好 在开关电源电路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元器件 它就是关电偶合器 述称关偶 这阵元器件 往往在电路当中起着一阵桥梁作用 我们正确的认识它 对我们维修这个电路板 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偶的基础知识 我们看 在我们手机上这个 知识面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介绍 关电偶合器 关电偶合器 在电路当中 它的重要作用 相当重要 插到第九项 这里讲到 它就是用光 用光 用光来完成传递电信号的元件 通常它是指有一个发光部分和结束部分 对应并制作在一体的电子元件 一般有四条腿 一般有四条腿 有四条腿 在电路当中 它能够轻声的实现电源隔离 也就是说 隔离最为常见 那么如何判断这个光偶的好坏呢 我们通常可以使用这个万能表的风明档 就是二极管档 两个表皮直接并连在 光偶的一边 此时 有一定的阻值 但是不能够打到底 也不能报警 如果它处于 急净零状态 它就戒穿了 会报警 发生嘟嘟声 同样的道理 并连在左边 是两条腿 也不能够发生嘟嘟声 不能够短路 这两边这个电路啊 都不能够组织为零 如果为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怀疑 它里面烧坏了 左边或右边 它是没有任何连接电路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 其中一个信号传输 隔离的作用 所以它是隔离的作用 一旦损坏 那么吻压电路 就会出现异常 那么整个 这个电源系统啊 它就达不到 吻压的目的 输出电压 就会高或者低 那么我们就重点检查 这个官偶是否省坏 就按照刚才我们讲的方法 去测试它 就可以了 喜欢的点赞 收藏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